莫伊赛斯、凯塞多转会消息,切尔西以1亿英镑签下布莱顿中场。 切尔西以1亿英镑的价格签下了布莱顿中场球员莫伊赛斯、凯塞多,这可能会升至英国俱乐部记录的1.15亿英镑。 利物浦周五以1.11亿英镑的价格收购了这位21岁的厄瓜多尔球员。 但凯塞多更喜欢切尔西,在连续拒绝报价后,他们终于在周日晚上成功竞票。 当切尔西给我打电话时,我不需要三思而后行,我只是知道我想与俱乐部签约,凯塞多说。 来到这里,真是梦想成真,我迫不及待地想加入球队。 凯塞多于2021年2月以400万英镑加盟布莱顿,他已与斯坦福桥签订了一份为期八年的合同, 蓝军可以选择再续约一年。 额外的1500万英镑主要根据出场次数支付,布莱顿预计在短时间内收到全部1.15亿英镑。 海鸥队还就这名中场球员达成了一项重要的出售条款。 如果切尔西全额支付1.15亿英镑的转会费,这意味着即1月份以1.07亿英镑收购阿根廷中场恩佐·费尔南德斯之后, 他们将在2023年两次打破英国俱乐部记录。 切尔西联合体育总监劳伦斯、斯图尔特和保罗·温斯坦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, 过去18个月,莫伊赛斯已经证明自己是欧洲足坛的杰出球员。 布莱顿足球总监大卫·威尔相信切尔西正在签下世界顶级中场球员之一。 布莱顿今年夏天为凯塞多设定了超过1亿英镑的转会费, 并表示他们认为没有人能达到这一目标。 布莱顿主席托尼·布鲁姆表示, 莫伊赛斯表达了继续前进的强烈愿望, 在这一点上,我们的估值得到完全满足至关重要。 在海鸥队对阵卢顿的赛季揭幕战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, 主教练罗伯托·德泽尔比表示, 他已经忘记了凯塞多,并补充道, 更大的俱乐部可以购买我们的球员, 但他们买不到我们的灵魂或精神。 凯塞多于2021年从厄瓜多尔山谷独立队加盟布莱顿, 但直到次年4月才完成英超首秀。 今年早些时候, 他要求在1月转会窗口离开布莱顿, 阿森纳多次拒绝了这名中场球员的报价, 直到3月份他签下了一份到2027年的新合同。 凯塞多是切尔西今夏第8名签约球员, 此前是阿克塞尔、迪萨西、克里斯托弗、 恩坤库、尼古拉斯、杰克逊、莱斯利、乌戈秋库、 安杰洛、加布里埃尔、罗伯特、桑切斯和迭哥、莫雷拉。 新任主教练毛里西奥, 波切蒂诺的任务是对球队进行彻底改革, 并在上赛季英超第12名的基础上取得大幅进步。 马特奥、科瓦契奇奇、爱德华、门迪、卡利杜、 库利巴利、恩戈洛、坎特、梅森、 芒特、凯哈福茨、克里斯蒂安、普利西奇、 卢本、洛夫图斯、奇克、伊桑、 安帕度、皮埃尔、 埃莫里克、奥巴梅扬、 阿卜杜勒、拉赫曼、巴巴和前队长塞萨尔、 阿斯皮利奎塔均已离开夏天。 周日,切尔西主场1比1战平利物浦 开启了他们的英超赛季。